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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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我这个图像可能稍微清楚一点 这是一件已经发生了的事情 当这件事情发生的那一刻 然后这个世界上却乎没有人注意这件事情 天使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 找了一群半夜在旷野放羊的人 这些人是什么人 是当时那个社会里边大概是最不重要的一群人 他们没有什么特殊的地位 也没有什么特别高尚的工作 也肯定不是很富有的人 然后天使告诉他们一个事情 然后他们来看到 来认证这件事情的发生 但是这件事情 却在从它发生的一刻开始 对这个世界产生了震撼力 那个躺在那里 怎么也不起眼的那个小孩子 今天是我们坐在这里的人 是今天这个世界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原因 这个影响了世界 改变了世界的孩子 就用这么一个很让人无法理解的方式 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带来一个身份 是他自己本有的身份 他是上帝的儿子 我们每一年都有孩童的节目 来演这个故事 我在到处都看这个故事 而且演得很充分很像 但是每次看那个故事的时候 我们的眼睛都在看我们的孩子 我有时候在我们家小孩演的时候 我往往想的不是情节 而是想我们家孩子 他长得好看不好看 他演得好不好 但是我这个时候 愿意我们的心安静下来 想一想这件事件 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或者这个事件 神还可以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启示 无论我们怎么熟悉这个故事 我相信神的话 我们每一次打开 他就能够发出多难 从第一 开始这个经文 我们从读到的这段话 我们又从第一节开始读 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 在犹太那个地方 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 叫做人口普查 那么发生的人口普查了以后呢 个人就要回到自己户口口的所在地去登记 这个约瑟这个人呢 他是大卫的后代 所以他必须怎么样 回到他的户籍所在地去登记 这个地方叫做大卫的城 就是大卫的家乡 那个意思 所以他回到从拿撒勒这个地方 他在那里做工生活的地方 回到了他的老家 叫做伯特利这个地方 大博利恒 这底下 看看这个图 看得清这个地图吗 我特别选了这个地图的时候 我选这个走路的途径 叫开车不走这条路 这边中间是整个是山地 萨玛利亚那边的山地 他是从山区里边慢慢走出来的 这个路程一共有一百四十 好像是一百四十五个迷路 是吧 那边写着 我这个说 公里 公里 一百四十五公里 要走多少时间 三十一个小时 不知道谁量的速度 按照多长时间来算出来的 但是我想 玛利亚当时的身体是什么个状态 马上就生孩子了 他肯定走不了三十 不止三十一个小时 他颠簸牢 走了很长的时间 这两个人 一个叫做约瑟 一个叫做玛利亚 从我们看后面读的故事 天使天君都出来赞扬他们 所生的这个孩子 他们为上帝做了一件特别大 大到在这世界上 不可能比这件事情 有更大的一件事情 的事情 因为上帝来到人间 这件事情 是借着他们两个人的手 伴上的 但是这两个人 我们在读起来的时候 我老有一种感受 这两个人有什么特点 这为主办大事的人 他们的特点是什么 师父 这是一个很妙的词汇 但是当我读下去的时候 你看这第五节 他说 约瑟是和他所聘之妻 马利亚去 所聘的意思是他娶了还是没娶 他妻子已经要生产了 圣经在描述这些事情的时候 写明那个状态的时候 特别是路加这种言语上边的这种精准 带来的那个震撼率是很大的 他们两个人的生活状况是什么 背景 不在自己本乡 他们两个已经是订了婚 但是还没有结婚 但是他的妻子已经怀孕 耶稣一生在世上 都被这个名声被人歧视 上帝的做法 让我们有的时候 确实不太容易明白 但是这两个人 我们也从别的圣经的经文当中读到 这两个人 他们真的是顺服神 当玛利亚听到天使说 要他同女怀孕的时候 他说愿意的去义成就 当约瑟听到天使说 你要起来去娶玛利亚的时候 他就从梦中起来去娶了这个妻子 这是他们的共性 没有错 但是他们的生活 确实不是很如人所愿 他们到了玛利亨的时候 玛利亚的产期就到了 这一段的颠簸 他说 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我们生产节快到了 很多家庭都安排旅游 当你出去安排旅游的时候 你会不会把酒店先定好 不会到了酒店咱们住 比如说 这些发生的也很让人糟糕 你知道吗 这个最糟糕的事情 就是他们要生孩子的时候 这事发生 而且这两个人呢 还没有勇气跟那个长官说 生孩子再去想去 他们就上路了 两个很笨笨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很笨笨的人 带着怀孕的生子 走了艰难的山 来到了一个地方 等他们到那里的时候 可能有很多人 比他们跑得快 都已经先到了 酒店饭店 能够住的地方都站满了 于是生下一个孩子来 没有地方放 马桃 其实是一个中文家的 一个特别的标准 原文就是个桃子 就是牲口吃东西的一个地方 意思就是说 那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 也没有婴儿的床 也没有睡的地方 甚至因为那个酒店里 他们住的那个客店里边 因为别人闲这个孩子炒 把他挪到外边去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他们只好把这个孩子 放在了马桃里 然后 这个故事先行在这里 有没有人来祝贺他们家生孩子 有没有人为这个孩子说这个 哎 我们给他做点什么 上帝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发生的事情 是我们的心里面 往往想得清楚 当玛利亚和她的丈夫 把这个孩子放在马槽里的时候 我很愿意想象一下他们两个人当时的心情 他们有一种很无助的感觉 有一种不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的感觉 甚至在这个过程的当中 他们为这个孩子的将来可能有很多的交迷 但是在这个时候 圣经开始记录另外一件事情 在玛利亨的旷野之地 有一堆 有一群放羊的人 他们看到了一个奇妙的景色 天使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天使说 我报一个大喜的消息给你们 是关乎关明的 因为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救主 还有主基督 这个概念 在犹太人的心里面 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概念 他们全体的犹太人 都在等待这位救主的到来 我相信这些牧羊人 他们虽然不是像法利塞人 或者是祭祀 天天在读圣经 或者是做祭祀方面的工作 但是他们一定知道 这个基督对他们来说 是何能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们在旷野当中 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 他们被这些事情所震撼 他们惊恐 他们恐惧 任何人看到这样的事情 都会有一种震撼的感觉 但是圣经在这里 特别加了一个话说 天使们告诉这些牧羊人 你们要去看那个婴孩 包着布放在马槽里 这是他的记号 联想 联想 刚才我们讲过 说 马利亚和她的丈夫 约瑟不得已把这个孩子 放在马槽里 在人的感觉当中 这是一个很被动 而且是很什么 无助的一件事情 是一个计划不周 或者是环境不顺 发生的一件事情 新生的孩子 更不放在他 待去的地方 反而放在了一个 动物吃饭的盒子里面 但是在这里 我们突然发现 现在这件事情 好像没有那么的糟糕 这件事情 甚至还有一点 树林的含义 因为上帝的天使 对牧羊人说什么 在马槽里被布裹着的 那是上帝放在那里的记号 我每次想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都在想 马利亚和约瑟的遭遇 跟我们的遭遇 其实有很多共同之处 我们人有没有经常遇到那些 不太顺心的事情 要计划成这个样子 却发生成那个样子的事情 我相信马利亚生头一个孩子的时候 她自己一定很重视这个孩子 她的全身心都在这个孩子的身上 她一定希望把这个孩子 从出生就照顾好 为她安排好 为父为母的心肠 但是她就不得已把这个孩子 放在了一个很难想象的地方 我们也常常计划我们的一生 我们计划我们一生的时候 也有很多美好的理想 我们从小就预备我们的前面的道路 父母也教导我们 要好好学习 要好好做事 要做很多各样的事情 要期盼我们的一生要有怎么样 好的结果 好的预备 好的安排 但是我们也常常被放到一些环境当中去 在我们沾接环境当中的时候 我们心里有一种挫挫感 我们有一种不如意的感觉 甚至有一种自我悲怜的感觉 然而在这些过程当中 我就在想说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一种可能 上帝放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 就像他放耶稣在那草里去一样 是一个记号 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成为可以显明神荣耀的一个过程 我们慢慢来思想这件事情 我们继续往下看 他的一些经验 我们每年到这个时候都想说 主来了主来了大家都欢喜 耶稣的到来 确实带给我们许多的欢喜 耶稣到底来做什么 以色列人所盼望的耶稣 按照旧约在以赛亚书当中 61章所提示给我们的 是一个非常非常荣耀 而且是非常非常让人觉得受激励 受安慰的一件事情 61章的经文这样组 今天我们不去解释这个经文 不过太多的解释这个经文 但是我愿意把这个经文给大家读一遍 耶稣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生命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耶和华用高刀我 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 差遣我一好伤心的人 报告贝鲁的得释放被求的出监牢 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 安慰一切悲伤的人 赐华冠与西安悲哀的人 代替灰尘 喜乐游代替悲哀 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 使他们称为公义树 是耶和华所在的 赐华德伦兰 我可以不再走下去了 耶稣的到来应该是带给人这一切的美好 当耶稣在旧约启示当中被描述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我们盼望他用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来到我们 应该是一个很有能力的 很有身份的 让人一看就知道 他是要做这些美好的事情的 最重要的一点 耶稣来是要解决我们问题的 可是当耶稣来的时候 他却用了 这么一种 让人无法把两件事情连起来的方式 来到这个世界上 天使们在告诉牧羊人这件事情以后 他们开始赞美神 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宣告 虽然所有的人在听完这个宣告之后 所剩下的就是惊恐 但是天使们开始赞美神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然后天使们就离开了 惊恐之后的牧羊人 他们产生了一个愿望 我们去看看所成的事 一个在那个描述当中 实在不能够跟以赛亚 或者是基督这个名头联系起来的 那一个在马槽当中的隐瞰 天使却说那是大喜的消息 那是世人的救助 于是牧羊人决定去看一看 我很欣赏这句话 他们就怎么样 急忙去了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描述 他没有说我们商量商量再去 他急忙就去了 是一个动作性的描述 然后就看到那里有约瑟和玛利亚 又看到一个婴孩卧在马槽中 既看见了 就确认了天使所告诉他们的这件事情 然后就把这个话传给其他人 然后听到的人跟他们进入了同样的一个状态 叫做差异 这是一个很令人差异的事情 上帝所宣告的世界的拯救者 是这样一个样子 不符合我们的意想 不符合我们的盼望 也不符合我们那种可交托的那种 依靠的那种描述 于是世界上的人听到了 和他们有同样的想法 玛利亚也记得这个故事 玛利亚见到牧羊人的时候 她也听到牧羊人跟她说 这是天使告诉我们的 这个是世界的救主 是基督 玛利亚就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 反复思想 这生他的也还不能完全明白 上帝要做的事情 牧羊人回去以后 把所有的事情 看见的事情 他们都看清楚了 也确认了以后 他们也贵荣要给神 咱们 这就是这段经文讲给我们的一段故事 我在这段故事当中 特别挑了这一句话 当他们要去玛利亚的时候 他们说 我们去看看所成的事情 上帝在我们的日子当中 做了很多的事情 上帝在我们每一天的需要的上边 在我们难处的上边 他做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我们的眼光 常常看到的是难处 而不是他所成的事情 圣经在旧约的里面 传道书当中有一句话 叫做看风的必不撒准 望云的必不收购 我们常常按照自己的方法 方式来思想 说上帝应该是做了办事 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日子 到了2022年的年底 我今天在那里想 我们这一年所遭遇的事情 瘟疫病毒天天陪伴我们 今天应该站在这里的也伤病 很多不顺的事情 我们前一阵子都看新闻 知道有一个世界杯的是不是 有没有人喜欢看世界杯 世界杯 应该是很多人喜欢欣赏的 你看世界杯看什么 看踢球的对不对 看进球的 看进球的 看球场 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吗 在世界上有很多的人 看世界杯 他看那个看台上的人 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 当他看到看台的 那些人跟他们不一样 那些在看台上的 居然没戴口罩 也没有保持social distance 然后他们在心里产生一种骄扰 我们看事情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自己 所看的方向 一场世界杯 可以带来很多的变化 这个变化 可能不是从踢球的 那个球场上带来的 但是那个变化 却对我们的声音产生了影响 这些事情断的发生在我们的周围 都是冲击我们的认知和理解力 耶稣的到来 绝对是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知的 居然上帝用这样一个人 让我们可以脱离罪恶和死亡 你愿意相信吗 你能理解吗 上帝的方式 上帝所做的方法 我们往往是不清楚 然而上帝所做的事 他居然成了 这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 天使告诉他说 已经生了 这些放羊的 就去看 看所成的事情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天天预备 都是预备我们的难处 预备我们的失败 预备我们所要面对的 在这一年的当中 我相信每一个人 都会遇到一些挑战 多多 少少 但是 如果我们的眼睛 都是看那些挑战的话 我们的日子会相当的艰难 会加倍的艰难 我愿意在这个经文的思考当中 虽然我们知道 到玛利亚和她的丈夫所经历的艰难 但是我更愿意我们来思想 那所成的事 那所成的事 当成为我们的故 在这一年的当中 我们有些家庭 经历了很多的伤害 很大的伤害 我们有些人的工作 也受到了很大的挑战 我今年夏天的时候 我们的产品被 政府拒绝验收 公司的压力非常的大 我那个很长的时间 都是在 在这种搅扰和焦躲的状态下 活着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的心里 如果一直想着这样的事情 我们往往把自己 带入一个什么状态 灰心的状态 被自己难处困住的状态 当我们在这样的难处的时候 我特别的盼望 我们能像这些牧羊人一样 用他们的眼睛去寻找 在这个世界上 那些上帝已经做成了的事情 看看所成的事情 看看是我们的责任 所成的事情 却出自于上帝的水 这一点的分辨 我相信我们要 渐渐地培养起来 我们经历困难的时候 不能够又看影音笔 又看风 我们的环境 一定会改变 但是当我们 看上帝所成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会受很多的激励 讲这样的道理 或许觉得平淡的一切 但是我有时候也想说 太大的道理也没有太大的意思 我们是每一天做简单的一切 我们在上帝的话语当中 凭信心简单的跟随他 昨天 刚才秦明也有提到 昨天我们有五位弟兄姊妹 受洗 我每次看到弟兄姊妹 受洗信主的时候 我就是讲到这句话中 就跟这个话的心态差不多 看看上帝所成的事情 这五位当中 不光你们五位 包括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回想一下 我们能够信上帝这件事情 是谁做成的 昨天我们听到 这五位弟兄姊妹的见证 他们所走过的心怒历程 和人生经历 我们就发现一个共通的地方 所以能够信神的人 他都是突然间 把他的眼光 从自己的遭遇上边 转向了上帝做成的事情 我记得姊妹说 他在85米的情况下 撞到了马路边的台子 居然只是掉了一个后世界 如果那个时候 你看你自己的开车本领 那你可能下次 不知道还会出上去 但是在那个时候 当他转向说 神保守了我 看看所成的事情 我们就可以 把信心交在一个更稳定的地 这个世界不断地带给我们挑战 这个世界不断地给我们各样的难处 当我们在这里开始聚集的时候 我们的心 一年半以前 充满了忧虑 真的不知道 在这里能够坚持得住 真的不知道 上帝要在这里做什么 但是我们 凭着信心 仰望他 今天我们回来看 所成的事 神让我们今天仍然在这里 仍然在聚集 而且不断地把得救的人 嫁给我们 我刚才见到 今天在英文讲道的 那位 美国教会的长老 他也同样的 非常的impress 他从去年开始 帮我们 教授我们的青少年 从 小猫三两只 到今天 几乎半个课堂的人 坐在那里听他讲道 看 所成的事 是我们的盼望 是我们的信心的基础 这个世界 有很多很奇妙的事情发生 但是 我们的环境 常常是不顺利的 我们的眼睛当 定睛在上帝所做的那些事情上 我们就会有一种 喜乐平安和赞美的感觉 我 前一阵子特别的 被一个弟兄在谈话的时候 我特别受感触 我们当中曾经有一个弟兄 一直在跟我讲 有很长时间以来 我们邀请他来聚会的时候 他都给我们一个回答 说 茶店我就不去了 吃饭的时候 你记得叫我 我当年信主的时候 比这还惨 老师跟我太太说 如果是基督徒请我吃饭 就不去了 看他所成的事 我们说那样话的弟兄 今天他的家 每个星期都为教会开放 他全家都在服侍 我们没有能力认识这位神 但是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 却是如此的真实 我们不能够明白 满槽里躺着的那一位 到底能做什么 但是他不但是改变了这个世界 更重要的是他改变了我们一个人 奇妙的虚弱 我们的难处没有离开过我们 工作当中的挑战 健康当中的问题 孩子 成长的问题 我们各样事情 带来的焦虑 都不怎么离开我们 但是看看 看看上帝在我们日子当中 所成就的事情 我觉得每年到这个时候 大家都愿意数算恩典 数算恩典是一件很 很激励人的事情 我们其实每一天都应该看 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 所成的事情 有的时候难处不会离开 我前一阵子和一个姊妹谈话 谈话的时候 因为她身体不好 她有很大的压力 我真的是知道说 我们很多弟兄姊妹 在健康上面的压力是很大的 她们真的是盼望上帝的医治 在她们的日子当中 但是要让人用安慰的话 来告诉她们一些事情的时候 往往是很苍白无力的 我们就盼望说 能看什么 看看基督 看看神 在我们日子当中所成就的事情 虽然我们今天 不能够脱离我们的环境 云和风都还烦扰了我 云并没有散掉 风也没有止息 但是上帝也没有离开我 他的工作从昨天今天直到永远 一直都在我们的身上 有的时候 我很盼望我们能够有一种信心来跟随上帝 而且我很多时候盼望我们环境好了 在跟随上帝 我很愚蠢地做过这样的决定 但是我后来发现 你的环境永远不良 在这个世上 有很多的事情 还天天会搅扰我们 我刚才讲到 我们的项目没有获得成功 有些问题后来解决了 今天虽然还没有成功 但是有些问题解决了 但是你相信吗 还会有些问题 就算这个项目结束了 将来还会有下一个项目的问题 上帝放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 他让我们所面对的 就是不平的挑战 他放我们这个环境里面 就像他放他的儿子在马草里面一样 他没有给他一个安逸舒适的环境 他让那个环境成为一个记号 他让他的儿子在那样的环境里面 不是让这个孩子去受苦 乃是让这个孩子可以被人认出来 当天使向世人宣告的时候 这个孩子有一个记号 人可以因此认识他 我们被上帝放到环境当中去的时候 也是如此 上帝要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 被人认出来 我们在那个环境当中 成为他的生命在那个环境当中的记号 可以使他的命都在那 今天是个欢喜快乐的日子 我特别带了一条 跟圣诞颜测有关的领导 哈哈哈哈 我不想把这个信息变得太沉重 但是我昨天开始准备的时候 因为我想到今天可能要站在这里的地形 他生病不能来 我的心里就有点往困难的方向转 但是我们真的希望大家 真知道这件事情 玛利亚和约瑟是上帝重用的人 玛利亚被拣选的日子 天使对她讲话 她从怀孕到深海的这个过程 天使在她各样的事情上面保守她 让她脱离她周围邻居的那种冷嘲热讽 让她可以和 伊丽莎在一起 可以有一段平静安稳 赞美神的日子 让她那个要抛弃她的未婚夫 把她接纳回来 这些事情都是上帝做成的事情 看看所成的 玛利亚还在怀着 那个不是从婚姻而来的孩子 但是看看所成的 这种所成的 才是上帝的心理 这种所成的 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安慰 我有时候就想到说 有一天上帝要是把所有的难处都拿落就好了 上帝也真的应许有那个日子的到来 但是今天 当我们还在这里的时候 上帝有意把我们放在这样的难处当中 上帝让祂的儿子来到世界上的时候 也没有过无忧无虑的生活 因为飞鸟有巢 活有血 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当耶稣最后上到十字架的时候 祂所面临的那个痛苦 是祂自己有别人成上帝 然而上帝在这一切之中 有祂要成就的事情 而在这成就的事情之后 上帝所加的荣耀 不是我们今天的难处可理的 我们前一阵子 我太太在准备她最后的这个学会答辩的时候 学校出了一个题目 我昨天本来想讲这条题目 但是后来我想想 这个题目讲起来比 就是这个问题还严重 哈哈 她的题目叫做 记或不然 就这四个字哈 你要讲一份道 怎么讲 有没有人记得记或不然 出处 带你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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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你礼有三个好朋友 在 尼布蒋尼萨的皇宫里边 从青少年的时期成长起来 然后有一天 王对他们说 你要拜我素的惊吓 这三个孩子对王说 这段话非常的非常的奇妙 他说 我不需要回答你这件事情 我听到这第一句话的时候 我就突然间感受到说 我们对这个世界有多少问题 是不需要提供回答的 也是没有逻辑可以回答的 我们面对的难处 我们不能够用一个逻辑思维的方式 理性思维的方式 来解释这个难处 因为这个难处不出于人的逻辑和理性 神放我们在这个环境 但是我们的身份 也是无法向人解释的 我们在难处当中的目的 不是经验这个难处 而是在这个难处当中显明 我们是属性的 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我们今天捉出了我 我们唱欢喜快乐的歌曲 因为我们真知道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们就按照以赛亚苏所说的 脱离了罪的困扰 脱离了疾病 各种忧愁 但是 耶稣自己 所走过的路 确实见了 所以代理你的朋友 就对那个黄说 我这件事不需要来回答你 但是你如果一定要问呢 我有几句话可以说 第一 我们的神是有能力的神 他能救我 第二 我们的神是有爱心的神 他必要救我 但是第三件事更麻烦 激或不然 我也不败你 你知道激或不然是什么 激或不然 所要说明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今天 每一个基督徒 心里最挣扎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看到 耶稣在马槽里的时候 我们心里 除了看孩子演出的时候 带来这点欢喜之外 那种 不知道怎么来这些问题 激或不然 不是按照我的意思 办这件事 英文的翻译就是 如果上帝不干 上帝有能力救你 上帝有爱心救你 上帝有爱心救你 但是如果上帝不干 为什么上帝会不干 那难呢 上帝经常不干 上帝不干 不是因为他不爱我们 上帝不干 是因为他有一件事情 要成全我们 上帝不干 但是出于一个事情 我们通常忽略而不理解的事情 叫做他的主权 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慈爱 上帝的能力 和他的主权加在一起 才使他成为一个完美的神 上帝用他的主权 把我们放在我们不愿意去的地方 就像是耶稣顺服上帝的主权 为我们上十字架是一样的 就像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按照上帝的安排 生在那样一个环境当中是佛 所有这些事情最终只有一个问题 使我们可以和他同在上帝的荣耀 我常想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愿意用这样的话来安慰我自己 但是并不解决我的难题 我们还是在难处的 但是我们相信 特别相信一点 当我们有基督耶稣做我们救助的时候 我们在南处的里面 也有他与我们在 他陪我们 在我们的南处里 但耶里的三个朋友进入火炉的时候 一股贾丽撒网看到了死人 当耶稣降生在马槽的时候 天使 天君 上帝 看来 我们不会因为难处 而脱离我们的神 我们不会因为难处 而失去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因为难处更多地看到 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荣耀 是如何成就在我们的身体里 所以我 愿意在大家特别欢喜快乐的时候 从玛利亚和约瑟的角度 来看一看他们过的日子 玛利亚和约瑟一生 在这个世界上 特别是耶稣在世的时候 我相信他们的日子必不容易 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玛利亚站在十字架下 下边的时候他的心被刺透 然而上帝的荣耀就成就在那里 我们不是因为我们 能够脱离患难而信上帝 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再也没有了难处 没有了眼泪 没有了忧伤 没有了挣扎和痛苦 我们来信上帝 我们是因为相信 那个上帝要与我们同在 他派他的儿子来 做这么小的一个婴孩 一天一天长大 在这个世上 过着和我们一样的日子 然后为我们 在十字架上 付所有的罪灾 我们来仰望他 来跟随他 不管这个风怎么刮 不管这个婴有多厚 因为上帝已经来了 看看所成的事 我有时候 愿意用这样的事情来记得我自己 然后 不是不想我的难题 而是可以更有信心地去面对我的难题 当上帝已经把他成就在我们心里的时候 我们可以更好地面对这事情 我们的难处 有他与我们一起面对 看看上帝所成的事情 特别是在思想耶稣已经来的时候 在盼望耶稣还要再来的时候 想想他已经成的 就把我们交代来 好吧 我们来做个办法 主我们盼望你再来 主我们相信你 你已经为我们成就了生命当中最大的恩典 让我们因着你曾经降生在马槽里面 我们可以脱离这个世界罪恶和死亡的交绕 我们因为接纳你进到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就可以与你永永远远的同在 当我们反复的思想 你曾经为我们已经成就的事情的时候 主我们愿意开我们的心 也开我们的眼 真的是看到你如何在我们的日子当中 你曾经带来过我们 也曾经接纳过我们 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愿意对你说 主啊 我们愿意把赞美荣耀都给你 也愿意把我们自己未来的道路 也交在你的手中 愿你的陪伴继续地与我们存在 愿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继续地完成 完成你要完成的工作 让我们不断地看到 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所成就的事情 我们感恩 眼望 赞美 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人 阿们 为何央主要想的 多时间 再开回来 你曾经听见 千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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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 相対地的拍照 为何不能做 好了 好 吧